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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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晴宜 我是现在就读媒体系4A 然后我也是现在的美宣组组长 就是学剧馆的探索者活动 其实是由我们职班经理举办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找学校的学生们 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 或者是他们的体验 甚至是他们想说的话 只要有特别想表达的东西 或是想要展示的自己 都可以透过我们来达成 那个时候讨论主题 就是讨论者讨论者 我们就肚子饿了 那个时候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的目光 就会不自主地聚集到美食 这个清理的词汇上 对我们来说 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更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从自己的现世聚集到了长荣 对我们而言 长荣只是一个暂时的里程碑 但也看看是学生时期最后一礼物 我们即将在这里生活整整四年 这附近的食一柱形 已经将我们缓缓地围绕了 既然食摆在第一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食 当成是我们的一部分呢 我们把食当成是 人生虚体上不可过去的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正视 这个被忽略的角落 我们将长荣附近的美食 整理过一次 让大家可以更轻易地 找到这种想确信 我们的一生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生老病死 我们以一个通俗的称呼来形容现在刚刚年满20岁的我们 那也只能用青春了 而青春就记载着我们的过往 所以叫做青春记事部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应该是要踏过第一次举办的那种紧张感 因为你就会怕说哪里做的不好 也紧张会拖累到大家 我觉得每一个第一次的开头都是最困难的 要踏入一个未知的前方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太多的位置也有太多的迷茫 我属于那种可以自己扛起一切困难的那种人 但是我会先预设最坏的可能性 避免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 但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遇过真正所谓的万劫不复 因为每当要不小心跌入万里深渊的时候 都会有一双或两双或甚至是无数的手 把我一把拉起 我们会一起跑一起走在这个陡峭又狭窄的巷弄 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所以我能感觉到说不出来的心安 如果让我选一个今天想去的地方的话 我会选集中 因为我对这里只抱有三餐的印象 这三餐都集中在大一 但是这三次给我的回忆都很意外的美好 我集中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排队排很长 这个不太美好 但美好的美好的点是在 我是跟第一次认识的人一起排的 对因为排队排得越长 就代表我们聊的话题越多 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它 也可以跟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交流 但会化这张海报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来自我们的展览名称 叫做青春计时部 我以计时为主要的核心 把时列为首要表现的目标 时的话又怎么表现呢 一想到吃蛋就会想到碗跟筷 你没有筷子没有碗是没办法吃东西的 然后碗里面能装什么呢 我就将我们所选出这附近的美食 都装到我们的碗里 以一个比较幽默的说法来讲 应该可以说是把饭喂到你嘴边的 既然计时已经表现完了 那我接下来表现的就是青春 我画了几只没有人物特色的白色小人 让他们悠游在海报之中 这就是观看海报的人 就是你们 对 剩下布的表现手法当是蛮简单的 布我是用来记录的 所以我真的画了一个布子盖在碗边 整张海报我是以暖 温暖的颜色来做点缀 因为我想让看的人抱着一种 轻松自在且悠游其中的心情踏出校门 勇于探索我们周边的位置 与发现那些我们曾未注意到的宝藏 特别的回馈哦 我倒是有几个感觉比较惊喜的瞬间 因为大多数贴在学校里的东西都很简单 或是很轻易的都很容易被忽略 原本我没有对我们的展览有什么期待 没有想到的是我好几次 路过我们的地图啊海报 都能看到有好几个人聚在一起 讨论关于要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做这种事情被人家看到的感觉是真的很好的 无论有多少人看到 无论他们讨论完有没有真的去做 都是对我们行动付出的一种鼓励跟肯定